大街上水泥浴板车挡在路中央 左右两旁还各停一辆轿车 导致后方车辆全堵成一团 大家都在找驾驶跑去哪 这才发现他们三人在一旁大打出售 是穿黑衣的浴板车司机拿着铁锤挥舞 不停中敲令名房英男 街头上演一追我跑的戏码 拖鞋还掉在地上一场混乱 新北市中和24号下午一点多发生行车纠纷 偏偏现场是通往国道的双线道 平时车流量大 双方刺了一闹 逼得后头民众危险逆向才能通过 刘姓渝办车司机当时行进路口 被围停车车挡住视线 火大连按好几声喇叭 和车上正信驾驶爆发冲突 不忍爸爸背凶 正信驾驶的儿子出面护航 就怕自己刮不敌咒 司机拿出铁锤攻击 被警方依法送办 经了解系一位流性民众与两位正性民众 因行车遭妨害通行室友发生口角 进而衍生肢体冲突 警方调查 父子俩都是汽车维修工 爸爸把车停在路旁 就是为了等儿子帮客户报复车辆 结果一个行车纠纷 导致三人全都挂彩 钱都还没赚到 就先进了警局 记者零售阿鲁锡 下方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订阅